哈喽 各位亲爱的老北民们 今天是星期天 我给自己化了一个妆 我准备打算出门 一件一件事情让我和自己坐下 后来呢 准备出门去吃一家东西 一看评论说 如果不提前去的话 会排队 最后我在网络找到他们家外卖了 这点是外卖 我想像的周末是 早上起来 去开窗户 伸个懒腰 洗漱 化妆 喝个咖啡 吃个糕点 然后出门 可是我的周末是 吃早饭 吃午饭 吃晚饭 吃晚饭 天都那样了 现在我就在等我外卖 好 外卖马上到了 我的桌面整一下 虽然我是点着外卖 但是我还是需要有一点仪式感 这个八爪的仪先倒出来 一份其实真的没多少 它这个也有点小过分了 我待会给你们告诉价格 实在是有点过分了 三十八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想白天不懂夜的黑 这份外卖呢 我就价值个 两半五十块钱吧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想白天不懂夜的黑 这条鱼我确实搞不懂 你为何要 三十八块钱 三十八块钱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长得漂亮吗 不是 是因为你本来就很贵呀 拆碗成功 这么看起来其实也没有多少哈 它的价格也不便宜 今天的这一餐呢 我觉得我应该叫它 花250块钱吃到50块钱的东西 这个醉蟹是28块钱一份 我觉得它还是蛮值得的 看一个一个的醉蟹 看这个花椒 大乌贼 就是这一份 58块钱 香葱的 重辣的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爽口巴兆鱼 就这几颗 就这 三十八块钱 这个竹篮生蚝我觉得还可以 二十四六四六 然后这一份我觉得是划算的 然后凉拌花椒 22块钱 我觉得它也还可以 22块钱 这个黄花鱼38块钱 就38块钱的这一位 你看你的脸 我现在看到你 我也想说 夸起个皮链的 先吃一口鱼 哎 我想说这个黄花鱼它凭什么 吃了它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我可以了 它的味道是那种 飘向自然飘向大海的鱼味 然后肉质就是不是很嫩 但是很鲜 吃起来有那种鱼肉的 独特的肉感 它不是那种软软的滑滑的鱼 但是它的肉会让人很舒服 这样说其实大黄花鱼38块钱合理 听到我门口的邻居回家了 我点的是重辣嘛 那它真的也不辣 它的味道是很鲜美的 然后肉质也还比较软软的 有质感 用小米辣的鲜辣会直接浸到鱼肉里面 我还喜欢吃烧口的小黄鱼 这是大黄鱼 大黄鱼是会贵一点哈 误会你了 好 来下一位 柴口这个 嗯 葱虾味很足 这个乌贼我弟弟贼喜欢吃 给它留着 因为它这一次有点贵 把贵的留给它吃 我觉得吃点便宜的 22块一份的花甲 28块一份的碎鲜 两个加起来还没有弟弟那一个贵 世上只有姐姐 好 哇 这个对面是生的鲜 所以它吃起来肉很嫩 嗯 鲜得一片 再尝一下这个花卡 花卡 花甲 它其实 海鲜 海鲜卖的比较贵的原因就是因为它 海鲜真的鲜 这个芥末味 我妈妈一定喜欢 这个芥末味 也只有我妈妈才能吃 给它留着 我真的好喜欢就醉蟹 它这种腌制的手法 就这种方法会让你觉得蟹肉 它本来的那种肉质感 特别的嫩 水淋淋的 晶莹剔透的 我好喜欢这个晶莹剔透的肉 必须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晶莹剔透的肉感 真是舒服啊 这个下酒真的绝了 本来就有酒味 再下酒 醉上加醉 今天我躲贵妃醉酒 那下一个是什么呢 把这个端开 哇 哪一个是芥末的眼睛 妈妈 救我 我们家就我妈妈最能吃芥末 这个给它留着 这个酱汁也给它留着 吃蒜蓉 我能吃特辣 但我不能吃特芥 这个八爪鱼 好嫩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种口感 爽脆嫩滑的那种 八爪鱼 难怪它叫爽口八爪鱼 真的很爽口 哇 这个味道 我好爱 给弟弟和妈妈留一个 我真的是个好姐姐好女儿 是吧 现在我要来吃我的 生蚝 这才是我今天的主餐 打开它 哇 这个生蚝 肉质大个 肥肥的肉感 你们喜欢吃生蚝吗 来 这个蒜蓉生蚝 来一个 太棒了 太棒了 说到生蚝 不是有一种生蚝可以生吃吗 然后我特别喜欢吃那种生吃的生蚝 因为一定要鲜 够鲜 不然的话就会很恶心 真正好的生蚝 是能吃到那种奶香味的 这个生蚝就稍微鲜是鲜 但不够奶 哇 这个太大了 真的很棒 太美了 生蚝 来自海洋的馈赠 我觉得晚上吃海鲜也太舒服了 但我有一点轻微的海鲜过敏 就是 如果它不是很新鲜的话 我就会过敏 就以后如果你们要去建议一下海鲜 新不新鲜 就带上我 如果我过敏的呢 它就不新鲜 如果我不会过敏呢 就说明它 棒 把窝窃给我弟弟留着 把这个花展给我妈妈留着 不然今天化了妆 什么事情没做 但是呢 跟你们一起吃饭还是蛮开心的 下一期你们想看我吃什么呢 屏幕下方告诉我吧 拜拜 拜拜 我要去卸妆了 今天这个妆真的拔挂了 不行 我去拍个短视频吧 我去跳个舞吧 我去健身吧 为什么我化妆不出门 算了我出去逛个街吧 现在几点 现在9点13 出去逛什么街呢 去走个路吧 去喝个酒吧 好吧 去喝酒了 拜拜 去喝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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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